18国对哈马斯下通牒 立即释放人质 哈马斯提出一条件 愿意解除武装 美俄关系触底 俄罗斯降低与美国外交关系级别 TikTok扬言要反击 拜登签署玻璃法案以后 团队仍留TikTok惹争议 美国高校反以撕裂的骚乱蔓延到欧洲 美国众院议长暗示会出兵 川普18位盟友遭亚利桑那州起诉 各国政要赢川普2.0时代 中共黑客正在攻击大纪元网站以及其他法轮功媒体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4月25日 星期四 新闻开始前 小兰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Regina的经历 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而无法手术 她在尝试三高代谢宝以后 血糖有了明显的改善 Regina不仅成功的接受了手术 还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变好了 夜间也不再频繁起床了 我觉得她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了 每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 促进器官和生殖系统恢复正常代谢 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 健康补充品的效果是因人而异 Regina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 我们也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好 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年25日 拜登和其他17个国家的领导人 共同要求哈马斯接受与以色列停火的协议 并立即释放人质 与此同时 哈马斯政治高层哈尼亚24日受访的时候表示 如果巴勒斯坦能够依照1967年之前的边界划分建国的话 那么哈马斯愿意放下武器 解散军事分支 逐渐转为政治党派 哈马斯在昨天24日公布了一段 显示24岁的以色列美国籍人质波林的视频 这段视频显示美国的人质还活着 今天25日 白宫联合其他17个国家共同发表了声明 各国领导人在声明中要求哈马斯无条件的立即释放人质 协议将可以为加沙带来立即长时间的停火 为在加沙各地增加运送必要的人道主义救援提供便利 并可以停止敌对的行动 外界有观点认为 各国对哈马斯的通牒终于来了 这一步来得太迟 各国一直以来让哈马斯在谈判中 肆无忌惮地和受害一方以色列谈判 这才招致了今天全球日益猖狂的反以挺巴的骚乱 据美联社的报道说 24号 哈马斯政治高层哈尼亚受访的时候透露 哈马斯想要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希望能在西岸和加沙走廊建立一个统一政府 哈马斯愿意解散武装分支 只要以色列愿意回到1967年前的边界划分 在西岸与加沙走廊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 哈尼亚说 过往历史经验说明 所有对抗占领者的势力 在成功独立建国之后可以转变为政党党派 武装分支可以变成国家军队 针对哈马斯政治高层的讨论 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 尽管哈马斯高层公开承诺 会解除武装是重要的让步 但是以色列答应条件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以色列长期以来坚决反对巴勒斯坦 以1967年前的边界建国 法机社报道说 在美国国会表决通过提供 以色列130亿美元的军援以后 以色列以空袭和炮击猛轰加沙 向所有的敌人发出了强烈的信息 以色列军方4月24日表示 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两个预备一旅 这些部队将会执行防御和战术任务 内塔尼亚胡一再表示 必须对拉法发动攻势 要消灭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微星图像也发现 以色列已经在南加沙的汉尼尤斯地区搭设了上千个新的帐篷 据传 拉法平民有可能在下周开始转移到这里 由于以哈爆发战争 全球恐怖组织有所抬头 而美国已经涉入俄乌和以哈的战争 联邦调查局局长日前再次对即将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恐袭攻击发出警告 他说 联邦调查局越来越担心 美国发生协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增大 而这可能是来自中共 俄罗斯 或者伊朗恐怖主义威胁 目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与习近平最后摊牌 而今天25日 路透社的消息说 俄罗斯官媒引用俄罗斯外交副部长里亚布科夫的话说 如果西方政府继续提出没收俄罗斯冻结资产的话 那么俄罗斯也会冻结美国的资产 并且考虑降低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等级 昨天24日 拜登签署了价值950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 法案中就涉及到强制中国的字节跳动 要在270天的时间里剥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否则 TikTok将会面临美国的全面禁令 对此 TikTok的执行长周寿兹誓言会反击 而拜登竞选团队在今天表示会继续留在TikTok上 这引发了热议 拜登的签字为出售TikTok设定了2015年1月19日的最后期限 也就是他总统任期届满的前一天 但如果他认为四届跳动正取得进展 那么可以将最后的延期延长3个月 拜登签署相关法案后不久 TikTok的执行长周寿兹发了一段视频 一上来就说美国要禁止TikTok了 这是剥夺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他要为TikTok用户的宪法权利而战斗 他还表示TikTok哪也不去 有网友说美国给TikTok设限是因为被中共控制的TikTok 对美国的安全有威胁性 这与打压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关系 TikTok没有了还有其他的社媒 作为一个自由的新加坡人 周寿兹竟站台中共 还有的人说 知道第一个禁止TikTok的国家是谁吗 就是中共 周寿兹怎么没有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发声呢 由于美国国会两党普遍担心 中共政府通过TikTok 获取美国人的数据来进行监控 和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 拜登曾经在2022年的年底签署了一项立法 就是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手机上使用TikTok 但是拜登竞选连任的团队的一位官员在24日却表示 拜登团队仍然计划继续使用TikTok 川普的竞选团队没有加入TikTok这个平台 拜登连任竞选团队的副经理弗莱厄地说 如果我们放弃人们获取总统信息的任何渠道 那就太愚蠢了 他说拜登的竞选团队在2020年大选期间 与TikTok平台上的网红建立了关系 此后这个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成长为一个互联网搜索引擎 推动了有关总统的叙事 有观点就认为 TikTok是宣传仇恨和暴力的垃圾APP 西方许多孩子的价值观都被扭曲了 TikTok定向而且重复的向孩子们 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 包括目前美国大学的骚乱 经过分析背后有TikTok操控的可能性 而拜登既然禁止了有中共背景的TikTok脱离美国 并且签署成为法律 也就代表TikTok是存在风险 那么作为总统留在TikTok上 岂不是自己推翻了自己签署的法律 是否自己在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 是否会壮大中共本身 而造成TikTok在美国可以有恃无恐呢 那么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TikTok的这个法律禁令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美国对国家安全很顾虑 因此通过法律叫字节跳动把TikTok吐出来 第二呢就从给六个月到给一年的时间 就是给九个月如果进展顺利再加三个月 所以给字节跳动一年的时间把它卖掉 这就说明美国很希望TikTok还能活下去 但是需要选举把它吐出来 拜登之所以不退出来就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他要接触他的年轻人 这样做的影响基本上就是给公众一个印象 就是说不用太操心这个事 而且多数用户确实也不会太操心 能用到什么时候用到什么时候吧 他也不会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从网红的角度来看只要好用就用 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 甚至TikTok现在动作也很猛 它其实是要闯关的 所以它的使用不会下降 总之这件事情叫做尘埃未定 要看字节跳动能不能把它吐出来 要么吐出来要么就是关掉 就这两个条路 在这个结论出来之前 谁也不知道最终将如何 想用的还会继续用 这就是我现在看到 美国各大学校园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 是越演越烈 目前除了哥大 布朗大学 哈佛 麻省理工学院 以及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等等校园 都出现了反以挺哈的示威活动 示威还蔓延到了加拿大 埃及 法国和澳洲等等国家的大学 25号 中院议长约翰逊亲赴哥大会见了犹太学生 他暗示可能会出动国民警卫队 昨天24号 南加大数百人聚集在校园的公园地区 南加公共安全助理局长表示 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抗议 但不被允许在校园内安营眨寨 因此警方介入拆除帐篷 警方和抗议者之间互相推散 爆发了大规模冲突 南加州大学也发了声明说 参与者其中很多人似乎与南加州大学学生无关 他们的行为已经升级到了对抗的地步 现在南加大已经关闭 而昨天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也传出了示威学生 和大批警力爆发肢体冲突 从社群的影片上可以看到双方互相推挤 目前至少20多人被逮捕 这次发起反以抗议活动是从各大兴起的 X账号以色列战争发文说 各大的反以色列的讲演者说 美国是个邪魔国家不应该存在 在美国政府三年后帮我们付清所有学费贷款之时 美国就应该从地球上被扫除干净 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去死 似乎发言的人是一个一年级的先生 不像是美国人 另外视频还显示 有记者采访纽约大学的反以色列示威者 问他们示威的具体诉求是什么 而这个女生回答说 我来支持巴勒斯坦 具体诉求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不少人质疑 闹事也得有个具体的诉求明确的目标吧 不然为啥闹呢 这智商是怎么考上名校的呢 一看就是成功被洗脑了 据观察在高校的示威当中 很多人并不是美国人 另外纽约市长亚当斯公开说 目前在几个大学校园中的抗议者 并非都是学生 有其他人也混在其中 他们使用的帐篷日用品都是统一模式的 据法新社的报道 今天25号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造访了哥伦比亚大学 他谴责反犹太主义的蔓延 要求各大校长引咎辞职以外 他还表示 如果无法迅速的遏制反犹太主义的蔓延 停止威胁和恐吓 那么就该出动国民警卫队了 约翰逊说 他将会要求拜登采取行动 并警告这些示威活动 使犹太学生处于危险之中 在今天25号 白宫表示 拜登支持学生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认为学生能在校园中畅所欲言 不带偏见最为重要 政府相信人民能够和平的发表己见 但是如果涉及到煽动仇恨或者是暴力的言论 那么政府必须要出面遏制 有人认为言论自由是应该的 那大家觉得 颠覆国家的恐怖言论 是否也应该算在自由言论之列呢 如果觉得是的 请大家在留言区打个一 如果觉得不是的 大家打个二来参加讨论 亚利桑塔州一个大陪审团 在4月24号起诉了川普在2020年 美国大选中的18名支持者 其中包括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和川普的前律师朱利安尼 指控他们试图推翻总统大选的结果 与此同时 民调显示川普势头正猛 而多国已经纷纷靠近川普 被起诉的这18个人当中 还有前川普竞选团队成员 麦克罗曼以及其他4名川普的盟友 还有11名在亚利桑那州 担任支持川普2020年选举人的个人 也在被起诉之列 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 包括供谋 欺诈和伪造等等重罪 起诉书中还将川普描述为 一个没有被起诉的供谋者 大陪审团在这份 长达58页的起诉书中写道 这18名被告和没有被起诉的共谋者 策划阻止总统职位的合法移交 这违背了亚利桑那州选民的意愿 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总检察长 克里斯梅斯宣布了这起诉讼 目前的起诉书版本中 列出了11名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的名字 其中就包括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 凯利沃德 还有州参议员杰克霍夫曼 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 泰勒·鲍耶等等 目前川普虽然面临多项官司 他的前幕僚也正面临拜登政府的诉讼 但是川普的势头依然很猛 彭博社和陈坚咨询公司 近期发布了联合民调显示 川普在7个关键摇摆州 获得了49%的支持 而拜登的支持率为43% 也就是说川普支持率领先拜登6% 今天Newsmax现场采访了纽约工会领袖巴特尔斯 他表示对9000名会员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川普是以3比1领先拜登 他说他的工会工人大都是民主党人 而这些人几乎都要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川普了 他说在过去4年发生的事情之后 他们厌倦了非法移民厌倦了犯罪 不光是美国的民意 最近发现由于川普问鼎白宫的机会大增 多国也不怕惹翻拜登 纷纷是与川普联系 除了之前英国首相卡梅伦 阿根廷总统米莱 匈牙利总理都和川普见过面 23日日本的前首相麻生太郎 也和川普会了面 不仅如此 日本还准备派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 御用口语官员 官高伟职 强化和川普的接触 另外还有报道说 韩国因为顾及到拜登政府 所以是找人探风 希望了解川普在 攸关韩国商界的 降低通货膨胀法上的看法 还有墨西哥政府 已经从川普身边的人下手 希望了解移民 还有走私毒品等等政策 而澳洲也开始为了川普2.0时代 开始动起来了 据大纪元在今天4月25日的消息 中共黑客正在对大纪元系列网站进行网络攻击 大纪元表示 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护读者的个人信息 并且尽力维护网站的正常运作 报道中说 有政府安全机构几天前曾经发出提醒 中共政府近期内将对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 通讯软件等等进行网络攻击 这20多年来 大纪元以及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其他媒体 一直遭受中共的攻击 但是这些媒体始终站在揭露中共共产主义 和中共暴政的前线 为读者传递自由真实的信息 今天是4月25日 也是法轮功1999年4月25日 万人中南海和平上访的25周年纪念日 25年来 法轮功是受中共迫害最为严重 规模最大的群体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活摘器官令人发指 虽然法轮功修炼者没有政治诉求 但是由于中共邪恶的本质 容不下真善忍 把一群善良和平的练功群众 塑造成了推倒中共的最中间力量 而把亿万善良的中国人 推向对立面的恶党 已经处于崩溃之中 而大纪元新唐人 以及其他的法轮功媒体 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向中国人民传递真相 揭露中共的罪行的力度之大 已经成为中共心脏上的一根钉子 中共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善良人的迫害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到了崩溃的阶段 所以也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 共同制止中共这场长达25年的迫害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